大家好 解放军现在在台海地区进行实弹演习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是 解放军首次从052D驱逐舰上展示了 发射英机18反舰导弹的演习 时间现在没有确定 应该是在最近的演习中 我会把中国052D发射英机18 垂直发射英机18这个视频放在下方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这是解放军首次在海军052D驱逐舰 发射超音速反舰导弹英机18 英机18是超音速反舰导弹 中国进口俄罗斯的 俱乐部S型导弹 分三级 进行仿制的 采用的是超音速弹头 可以在636M型潜艇上 设置8架英机18导弹 那就是在636M型潜艇上 也可以发射这种英机18导弹 英机18导弹的射程是290海里 就是537公里 那这一次的发射 我觉得是中国在台海地区 现在看来 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就是发射反舰导弹 台海最近的演习解放军 是非常多的 不光是战机 越过台海中线 解放军在海 在海面上各种实战训练 实战演习 也是层出不穷的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